关心彰化的139线 这边一向被称为死亡弯道 因为很多人压车发生车祸 所以为了要取缔压车的危险驾驶 我们开始采用科技执法 怎么执法呢 其实在弯道上面 他们会有这种来算角度的 如果你的压车倾斜角度小于60度 系统就会自动拍照了 最后再用远景 人工判定你有没有违规 本来15号要正式开始取缔的 没想到现在紧急喊咖了 怎么回事 民众投诉认为这没有法源依据 所以现在这套科技执法已经暂缓了 机车骑士跑山路过弯稍微倾斜 电脑系统资讯显示时间车号 与车辆倾斜的角度数据 如果警方认定是危险驾车就要开罚 但民众认为机车过弯时 向心力不足难免会有倾斜 质疑取缔方式没有法源的依据 蛮莫名其妙的 没有依据啊 没有规定不能倾斜 过弯一定会稍微会有一些倾斜啦 这这个很没有意义啦 彰化现警局脸书涌入一千多则留言 网友留言质疑 警察局是执法机关 非立法机关 没有法律授权的法律 也敢取缔 清缴的法律规范在哪里 警方的执法依据面临挑战 进一步审慎全面评估 延您更缜密执行方式 以消除民众疑虑 彰化八卦山通往南头的139县道 因为风景优美 吸引许多民众跑山兜风 但弯道多 经常因为用路人压车耍帅 飙车禁忌 造成车祸事故频传 陷阱局首创科技执法 取缔139压车的违规行为 因为认定方式有争议 四号晚间警方宣布暂缓实施 本案将持续宣导安全驾驶观念 并暂缓后续科技执法 这套科技执法的概念 就是只要地平面跟机车后轮的角度 夹角小于60度 机器就会自动拍照回传 第二关警方进行人工审核判定 驾驶人是否故意压车 还是身体弯曲用手贴地 如果被认为是危险驾驶 最高可罚3万6还要掉扣驾照 这套科技执法系统一号建制 是全国首创 但是只有短短四天就紧急喊咖 华视新闻林建峰谢仙宗谢忠义 展画报道 哈喽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